今天看中國的國安部 指控我們國軍的主統電軍 對中國進行網路攻擊 又公佈三人的相批和名字 表示還要立案調查 南國的國安部長 國立鄉是批評說 中國的指控不抵不抵 中間這是網路攻擊頭名的國家 中間相關對台文武強迫 中國國安部約分架 我們國國軍起海客 指控三名現由主統電軍軍人 對中國政行網路攻擊 除了公佈相批和名字 依照中特意見立案調查 外界比對發言其中一名新婚 請求政治國軍相關單位 國安部部長國立鄉 理事檢討好人 方國來請中間 這是網攻第一名的國家 我認為都不實 將對台海政財經典政府 強化不足逃避 內政保障修法 政策不足台队 將對共產無問題 急救藥品 隨時特地必要藥品成端 讓病院準備後 戰備後 應去多個聯想 台海平鄉政貴 國立鄉政貴 對提升合作力有幫助 但是在那裡的立委沒進度 我們的全社會防衛也要加強他的韌性 統合起來就足以產生一種嚇阻 不管是天災或者人禍的時候 必須要成立的若干小組 收容或者是物資的部分 我想也是跟大家所熟知的民房系統裡面的 一個協助跟整編跟處理有關係 這怎麼是嚇阻對方呢 嚇阻對方不是這樣的 這是在保護自己 那保護自己為什麼要走到這個地步 達海邊人見比不足不久 軍會扣准一樣的欠 加上美國對待 遠迪高虎超過200億美金 華爾街日報報道 美軍全軍官的事件 一旦台海不發抗對 重強控訴台灣 台灣強行陪在武器用了的幾機 雄風飛彈或是國造的天空飛彈 乃至於建造速度更快的無人機 這都是在暫時期間 可以有效進行自己補充的 就是從台灣的東岸 這是一些有盟國家 可能會運輸給台灣的一些補給品 尤其台灣跟歐克蘭依然不一樣 因為海道國家比較不好的政策 造成軍隊補給更加困難 而且表示 國軍最近幾年一個康征 康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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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總法報道 嗯